就是這個叫Whatsapp Sniffer的Android App 聲稱可以透過無線Wi-Fi網絡 截取其他人在Whatsapp傳送的信息 甚至乎相片和影片 我們在一間有提供開放式Wi-Fi的快餐店使用這個App 大約20分鐘 程式版面顯示出兩個電話號碼 不過信息借得英文字 之後我們和理工大學電子計算系副教授曾東雄 在同一個Wi-Fi網絡用Whatsapp聊天 而第三部裝有Whatsapp Sniffer的Android機 在享用同一Wi-Fi網絡下幾乎同一時間顯示對話 剛才我們也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如果用英文的話是完全沒問題的 都收得到的 中文字可能那個軟體認不到那個中文字 所以都沒有顯示出來 不過如果真的要做到顯示出來 其實都不是太難的 Whatsapp Sniffer 5月1日在Google Play Store上架 免費版有過千人下載 程式的資料列明 研發這個App是要證明Whatsapp保安有漏洞 不過我們再上Play Store 發現那個App已經落架 曾東雄對每天傳送10億條信息的Whatsapp 處理保安上竟然有這麼大漏洞感到震驚 我自己都覺得很驚訝 竟然有這麼多人用的軟體 其實很明顯看到他們只靠Wi-Fi來做加密 你那些訊息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用Clear Text 這樣傳出去 你用Clear Text傳出去的時候 在一個沒有加密的Wi-Fi的環境下 就很容易被人攝聽到 他相信Whatsapp要加密成本不高 亦只會令傳送速度減慢1、2秒 開發商有必要更新保安設定 至於用家又可以怎樣保護自己呢? 我想唯有是我們發訊息的時候 確保你用的Wi-Fi是有加密的 有律師說根據現時的法例 截取行為有可能已經觸犯了不誠實 或者不適當使用電腦或者電腦器材的刑事罪 已經定罪最高可以監禁5年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